佛无量次的宣说 目的就是希望有天道的 执行行药 执行真诚信 相信有极乐世纪 乐于往生 喜欢往生 生到极乐世纪 亲见阿弥陀佛 神灵必死 这第十八月 闻名新寿 俗智菩提 祝福同学 社佛共赞 故人独处 没有例外 社佛一切祝福 共同赞叹的 就是阿弥陀佛 没有听说赞叹其他 祝福同学 文明新寿 真正相信 真正能接受 这个菩提 是大吃大悟 明信 见信 很快 你就能得到 那我们看海鲜老何人 这笔神品 我估计他从念佛里见起 得 离异性不乱 大概二十年 他是 大师 建修 六族慧能是顿朝 跟彼得利 很短的时间就成就 他用念佛发门 二十年 一层一层向上提升 六族慧能大师 没有借起 一步就提升上去了 那个男的 那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 但是海鲜老何人 这个方法 是人人都可以做到的 这个不是假的 所以 祝佛同学 舍放共赞 故允独处 佛以 文明发心 文明的福 文明的人 这个我们都在 第六品里面 学过了 那 很不容易 世间人 想得佛宝 能够 信念受 阿弥陀佛 极乐净土 这叫得佛 愿意 幸运 持民往生 那得的这个福就太大了 没有人能说得出 大福 纵然不想往生 那得的这个福 也在人天佛宝 不会 堕三瓦道 不会 堕阿序罗 这个金的功德多大 名号功德不可思议 那 一文明孤 德三摩地 德人 前面讲的三种人 德三摩地 三摩地 是凡文 应语 翻成中国祭祀 成定 那为什么 因为受持 佛的名号 心里面只有佛名 只有阿弥陀佛 其他通通放下 就得三摩地 就能振 不退转 往生极乐世界 圆满正得三不退 做阿弥陀之菩萨 十一难死 名号的立业了 一般人想象不到 第四种超神独妙 令无尘其辱 报徒 这个是 一切诸佛插足力 没有的 无尘同如 报徒 好像我们个小小 这个小小没有空 幼稚园的学书 中学学书 大学学书 通通入波斯文 有没有留学校 报徒 是极乐世界的 十五种原土 不可能 那么往生极乐世界 确实是像这个样子 无尘是人 底下有 人 天 神文 圆求 菩萨 如来 同入波图 极乐世界 确实的 这是阿弥陀佛 本月 为神 价值 不是靠自己 那什么原因呢 原因有个总的原因 就是 一切众生 本来是福 你不过是现在 迷了自信 变成这个样子 阿弥陀佛 为神价值 能够让你 快速回归自信 它有这么大的 能量 价值 暴徒 法山大四周所局 就是神报转眼图 极乐世界的 时报转眼图 所以往生到极乐世界 虽然有品味不像图 我们去 确实 我们阿弥陀佛的地位 没拿到 所以是六道凡夫 六道凡夫到你的神 同居图 虽然同居图 甚至同居图下下品 到极乐世界 待遇 都是 暴徒 化身大四的待遇 这个是独妙啊 每个人的智慧 神通 道理 像豪 光明 全都跟阿弥陀佛 一样 这是独有的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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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